胡椒饼下有吗 小酥饼有吗 四个 妈妈钱不够 等我一下 叫到一个钱不够 三三十三十 谢谢哦 等一下哦 不好意思一千 重新装潢 感觉变得比较大千 来谢谢你哦 好好好买到了 我老婆付了一千块 代表说找的零钱都是我的 我告诉你 这个牛五花 排队排很多牛五花 十元牛 以前我们在吃的时候 他不用排队的 不知道为什么 从哪一天开始 他开始大排长龙这样子 那我特别玩的车 没关系 我们现在呢 就是到了士林 一个多小时 历经千辛万活 我们终于走进士林夜市 吃东西的地方了 对 东西都补好了 酒也买好了 就是准备来吃东西了 对 通常都是从后面这边 我喜欢从这一块进来 就是这样 烧饼那些可以买回家吃 对 那家的甜膏烧饼跟胡椒饼还是做 没错 我们买这个不是现在要吃的 是要买回去吃 因为我很爱吃这一家的 等一下 我先把这个下面有钩子把它勾起来 对 我找不到白色钩子 对 然后呢 我老婆说从后面进来 其实就是从 饥河路那一边进来 小溪街这一边 对 这边进来这样子 然后呢 就开始逛 这边就是有吃的 有衣服啊 什么的 那其实 吃来吃去 就是都满吃这些固定攀的东西 这样子 我老婆看到比基尼 一个会被比基尼给困住的女人 这样子 好 这家寒天Q房是我们 永和乐华夜市那边也有的 在Q房 对 老板 因为老板他在后面这样子等 那我就先把他勾起来 好 我以为阿姨要到这边吃Jerry 我喜欢从后面走 他有个原因就是可以逛街 因为这边都是衣服啊什么 然后再往前一点的话 就会到吃东西的地方这样子 对 因为我爱吃的生蚝 就是在这一条 没错 等一下就要吃生蚝给大家看了 对不对 记得要说秘密啊 然后 然后现在就是超多人都在拍影片的 所以你看 我们再走过去 就看到 这边也有人在拍影片 哈哈哈 我等一下我只能说现在 他的配备好像跟你蛮强的 现在随处 没有吧他的相机比较好 所以我就说随处都是YouTube 以后再再过个三五年之后 就是路上每个人都在拍这样子 对 你要拿一个去做什么 好啦我们现在要去吃生蚝 那就逛的话就就这样子吧 好不好就是 常常看我一直逛 一直逛 喔 我知道这个 我刚本来想要关掉 直接直接让大家看到生蚝这样 那你又好像也不错 这边真的很多吃的 像他那个 他今天杏鲍菇就没有这么多人 不然杏鲍菇也蛮好吃 他还太空 你想拍吗 没有要吃生蚝 吃生蚝好了 我不要吃杏鲍菇 就这样子 我们直接生蚝见 你看看我们有好多生蚝喔 谢谢喔 谢谢喔 这是那个 宝乐华夜市 宝乐华市林夜市 很有名的大草包小草 今天难得不用排队 完全不用排 所以因为他排都是排观光客 现在我们市林夜市已经没有观光客来了 所以说其实他的声音量是不一样的 对 哦超好 冲蒜 不错耶 招牌冲蒜 跟他的独门 辣泡菜 所以我刚才问你说要泡菜 只要人吃 我吃太多 泡菜的料 哦 二十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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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来的时候要讲二十颗 这是我老婆的口袋名单 常看我们视频的话 就知道这个 上面是写 七颗一百 七颗一百 但是呢 内行的人才会讲这句话 二十颗两百 是不是 嗯 我觉得你很奸诈 你把这个丢给我 然后开始一直嗑 你把这个丢给我 你把这个丢给我 我这可以吃超多的 然后 我自己吃东西的 阿妹阿妹要肉 阿妹他也要香肠 两个都要香肠 他们超爱吃香肠 因为我的用来是香肠 香肠王 哦 而且我觉得他冲蒜很厉害 阿妹要 冲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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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里面有那个葱跟蒜 超肥的啦 你们看 哇 哇 肥肥肥 我妈妈要先把葱蒜吃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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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说现在应该 没中事才对阿 結果怎么样 但是还是很肥嫩阿 好 二十个我开始吃了 然后还来吃家吃 我们今天早就锁定目标了 就是来吃这个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没吃什么东西 哎 小心小心帮我踩着他的那个挖车 那如果你要内用的话 就跟他说内用 他会有一条巷子 然后我觉得他都蛮好的 这个冷气 那个 他这个是 他这个地方是庙口的戏台 就是我们的对面是庙 那他的对面的是一个戏台 这是戏台内 我们在的位置是戏台下 这种很很传统的风格 我觉得 外国人可以来体验 我觉得没几个了 我说真的 因为因为像这样子的风格的 体验的东西 会越来越少 对 你可能以后长大的时候阿 你就会跟你儿子讲说 以前我爸爸带我来过这边 你们现在都看不到 对不对 我觉得时代进步是可以的 但我觉得传统 是需要保留的 他水没来 大家应该要把那个传统给留下来 你好 肉肉爸爸爸爸 那可以刚刚要檸檬汁就是 它都把我播掉了 然后我吃掉了 好啊 阿哥要吃香腸 你要香腸嗎? 有一個香腸你要吃 你是永和香腸喝喔? 蛤? 你是永和來啦? 你是 我們就有 你現在知道為什麼我老婆把香腸塞給我了 就沒有控制生蠔 啊沒了 我覺得 我好蝦 好蝦好不好 我覺得我老婆來挑戰這個100顆應該不是問題 下次沒有小孩都來挑 挑戰 吃50顆 下次小孩送去外婆家的時候 好 GO 繼續吃 下一站 好 你知道嗎 你 這樣 拿喇